大家好 今天我和我小朋友出來逛街 在天河這邊遇到了一些驚喜 就是這個泰國小販在路邊擺賣一些泰國特色的飲品 是啊 當作真的是泰國人 聽聞他嫁給一個中國人 於是在天河一帶推車擺賣一些泰國特色的飲品 我們鏡頭在這裡 放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全部都是泰國很有特色的 咖啡呀 飲品呀 這類的東西 今天的天氣不是十分之好冷 但是當作穿得好像整隻粽一樣 還帶了新聞 一看就知道是東南亞人來的 我點了一杯太紅鴛鴦 我小朋友就點了一杯神童粉奶 味道都是很好的 很好的 很好的 它還多這些都啊 稍微講一下 香味是可以啊 真的啊 咖啡試試看 看一下要喝什麼 多兩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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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茶嗎 呃 除了奶茶有什麼 奶茶咖啡 咖啡 就是咖啡很行 咖啡是冰咖啡呗 好的 有冰嗎 有的 那個是什麼呢 815 是魔法紅 魔法紅 對 你們一下老闆說 哈哈哈哈 咖啡豆是哪裡啊 咖啡豆我們用的是先烘的 自己烘的嗎 不是自己烘的 沒有那個技術 三杯就可以了 沒啥技術 一杯泰式冰咖啡 一杯是 兩杯泰式吧 兩杯啊 一會兒到 到阿山那裡 有那個WiFi 嗯 稍等一下啊 你現在是幫我做嗎 對你的已經在煮了 好 我那個呢 我要等了很久嗎 兩三分鐘可以嗎 變了 變的 其實我沒有準備一些 但是用完了 我覺得這個檔主煮咖啡 或者是調製飲品的過程呢 是相當之有趣的 而且它和我和其他客人的一些對話的話 也都是 蠻有趣的 所以我在這條片裏面 是沒有做一些消音去處理的 等整個購買過程 盡量給大家展示 還有呢 還有呢 視頻呢 沒有什麼過多的展示 可能的視頻就會覺得會有些長 大家不要見怪 兩種飲品的味道都是很好的 神童粉奶的話 就是無論顏色和味道 都很深得女生的喜歡 這杯鴛鴦也有 很濃郁的 泰國特色 我不知如何去表達給你們 他們看 總之兩杯都是很好喝的 那在片尾的我會把 兩杯飲品放在一起 去展示給大家一個 一個櫃櫃的鏡頭去看 在廣州街頭竟然可以喝到 這麼地道的 泰國飲品的確是一種驚喜來的 而且它不是一個檔口的形式 而是一個像東南亞街邊的車仔檔 那種流動小販的形式去飲品的時候 可以這樣說是一種很有風情 而且是一個在廣州的街頭 的確有一種穿越時空的感覺 大家覺得是嗎? 今天我就分享到這裏 多謝大家的觀看,拜拜! 在哪裏和工作人員 全開了 我們現在在那裏和 以及舞蹈的橋上 在那裏和aros也一樣 也確實我們有這些 其實不是真是有點想之中 你记得没这个粉奶吗 还吗 还吗 没来的啊 姐姐 您要的是鸳鸯 鸳鸯鸯 鸳鸯 鸳鸯 鸳鸯鸯要搅一搅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